讲到我们的敌人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敌人练用我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来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遇到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我们是最容易妥协的 很多牧师为什么最后会变成 接受同性恋 不管是之前他是多么正直的牧师 就是因为他孩子小时候的时候 他在乎教会 比在乎家庭跟他孩子还要多 他的孩子被左派洗脑了 然后变成同性恋了 因为我这样子很吵 牧师就开始扭曲圣经 教导而且开始接受同性恋 还把这样的东西 用爱来合理化 我认识超多这个样子的牧师的 网路上面 新闻上面有一堆 那这会是什么样子 这里有一个影片 最近爆红 真的是一个 令人心碎的影片 是一个小女孩 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的调词 他的父亲对他来说 是这个样子的 I know what you are. And what you are is a racist, misogynistic, xenophobic, Trump-loving, cis-straight white man. That is all you will ever be to me. And dad, before you tell me to respect the dead, please remember that you disrespected and disregarded the lives and deaths of entire communities of people with your ideology. You told me to never back down, so I won't. You know for a fact that even against you, I'm not afraid to share my peace. You are everything I aspire not to be. And I refuse to stand up here and sing the praises of a man who is the paradigm of white supremacy. So I'll take your racist mindset, I'll take your money, and I'll take your advice. And I swear to God I will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not at all because of you. 很震驚嗎? 某層面其實還好,這個就是集體主義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有經過文革的人應該就知道,我沒有,我只是看過一些影片跟讀過一些書而已, 我也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但是只要是極權的國家,就一定會這個樣子. 納粹的希特勒青年,蘇聯的先行者,中國的紅衛兵,他們都是這個樣子的情形, 他們要的就是讓小孩起來打壓父母,革命無罪,造反游禮,什麼破四舊,立四星, 最終的目標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社會。 當一個政權可以真的分裂家庭,讓家庭永遠不完整,一個沒有家庭,只有政府的家天下, 而且這個破壞家庭的運動,已經在美國至少運行了超過60年了, 左派的目的就是要非常策略性的摧毀美國的家庭, 而且這個運動不斷一步一步的啃食我們的文化,因為右派的人,保守派的人什麼都沒做, 連教會都扭曲愛的定義,過度的包容,最後連罪都開始包容,還沾沾自喜的說, 我們在執行的是耶穌給我們的律法的總結,對不對? 愛,對不對? 保守派變成了所謂的右派,原本是要保守家庭的,變成我們追求的是個人主義, 這是自由,你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要逼我付錢就好的,虛假的無能的右派。 我們放棄了價值,放棄了信仰,放棄了正確正義,聖經的對錯的堅持, 現在得到的就是一個孩子攻擊父母,雖然這並不是一個新鮮事, 但是在一個葬禮上,一個父親的葬禮上,變成一個批判大會, 這其實就是一個比較不平常的東西了,但是他現在爆紅了,其他的人很快就會有樣學樣, 也就是說,這樣的事情會發生的越來越平常,而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對抗的東西, 我們的敵人就是這個樣子的社會,這個樣子的國家,這個樣子的思想。 所以2024年的時候,這個選舉人出來,一定是要有一個堅定,而且不能被左右的信念。 整個2022的期中選舉,主流媒體最想要植入所有人的心中的東西就是, 保守派就是要變得比較有同情心啊,比較有同理心啊,對不對? 不要什麼都這麼堅持,要妥協才可以當選,不要這麼極端,不要一天到晚什麼耶穌這個耶穌那個的,聖經那個的。 我曾經就有一段時間覺得就是,同婚就同婚啊,你們要幹什麼,是你們的事情,是你們的自由。 當時我還不是個基督徒,我好像當了基督徒也有一段時間是這個樣子認為的, 因為我還沒讀完聖經,不知道律法,還有婚姻的神聖性。 但是我現在說明我完全的反對同性戀的婚姻。 你們要幹嘛?你們要住在一起要幹嘛?我不能控制。 但是婚姻是神聖的,婚姻的制度是一個信仰,不是一個人權。 我就被別人,還有我以前的朋友說,你看,他信了基督教之後就變成一個神經病,變成一個極端分子,仇恨,恐童。 其實婚姻制度是一個信仰。這個之前所有的人都知道, 而且都同意的。2011年的時候歐巴馬是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拜登在副總統辯論會的時候也是說婚姻是個信仰,這個定義是不可以改變的。 希拉蕊也是。這個才11年而已。 OK,2011年。11年之前都還是嘗試,現在就變成了極端了。 這個就是我們墮落的有多快,我們自殺的速度增加了多少。 所以2024年的候選人,在家庭、信仰、婚姻上面,不可以再妥協,不可以再放縱。 我們不能再支持任何左派的議程。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家,發現我們的國家正在被侵略。 我們沒有邊境了,我們的敵人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要搜刮我們的財富,讓我們吃炸蒙、吃蟑螂。 摧毀我們的文化價值,跟我們美國這個國家。 我們的學校還有老師在教導我們的小孩說,家庭是邪惡的。家庭是自私的。 你要起來推翻你的父母,要起來當民主黨的紅衛兵。我們有左派的立法委員說,如果父母不接受小孩變性的話,就要把這些反人權的父母關起來。 然後讓小孩跟其他允許這個樣子的制度的人來領養。這個就是我們在面臨的東西。 所以2024,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強悍的候選人。有著非常宏觀的眼光。不只是對國內,是對整個國際的眼光。這個人是誰? 我們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人選。初選的時候,他應該會大放光芒。